就需要 因为它会重复嘛 所以你必须要多学一个叫做 回圈的东西啦 回圈 那这个回圈其实就是重复做一件事情 这个重复做一件事情 就是叫电脑重复做一件 当然你叫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 他会觉得很累 但是电脑不会 电脑反正你叫我做一千万次 他也做一千万次 他不会喊累 但是你要叫他做对的事 不然他会当机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四列一直做到什么 第104列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要写一个回圈 这个恐怕可能稍微记一下 4回圈 4 然后呢需要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i 指的是这个列的范围 4到 4到103 Enter两下 再一个NAS 这个时候呢 4i指的就是说 我要重复 第四到103列 帮我丢到i里面 i就是一个变数 他这个会改变的 4 5 6 7 NAS 则是下一个 4下一个5 下一个6 9一时内退 那我把中间这一行呢 搬到这边来一下 我习惯爱一个TAG 因为说牌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4改成i 因为刚刚你只有一列嘛 那如果把它改成i的话 它就会4 5 6 7 103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呢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来试一下 一样 把它做完之后 那你就把它扶在上面 我的习惯这样 扶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看一下 再放在中间执行一下 这边有个执行 对不对 按下去 有没有 全部帮你做完了 有没有看到 到103 OK 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改变了 OK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啦 只是说也许你一下子 没办法记那么多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我刚刚打的这些东西 你只要记得啦 我们是利用Sales 去控制它蓝列 然后里面会改变的就是列号 蓝不会改 列会改 对不对 所以塞一个数字给它 最后完成了 然后呢 如果要清除的话 很简单 把这个复制一下 因为你刚刚是插入 假设我要插入一个成绩要清除 那你不用 你就复制一下 做什么事呢 清除 只要把这个门号改成清除 然后后面给它什么呢 本来是给一个公司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把它改成这样的东西 这样子在VBA也好啦 或者是在Excel里面也好 表示空置串 空置串指的就是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意思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你就把后面的公式 那如果你要有个清除的话 再直接执行一下 清除了 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这个回圈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 你只要指向给它告诉说 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栏到哪一栏 它就会全部帮你去做完所有的事情 这个倒是蛮厉害 不过这个我想以前你比较没有回圈的概念 不过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学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先完成中间的 然后再来做修改 如果说你一下记不得那么多的话 没关系 因为在云端上已经有 在这里门号 清除 如果你假设你要先试试看的话 你要学会Ctrl C 对不对 然后呢 切过来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模组 假设我没有 Ctrl V 这样你就可以执行 应该执行的结果会跟我的一模一样才对 因为我这边 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Ctrl V 你就把游标放中间 清除 放这里 执行 一模一样 对OK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是 请问一下 怎么知道 就是 以色列的函数在BBA里面叫什么 它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就是说有个说明档 要不然可能有 就是说你自己要去查一下 就是说哪一个函数 它的函数 大概跟那个 以色列的函数很类似 只是有时候取的名称不太一样 我到时候会 有办法查 我到时候会跟你们讲哪边可以查得到 好 好